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 跟大家聊一聊欧盟的外长会议以及欧盟的最高的外交官伯雷利啊 他称啊 要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啊 不仅啊 要聊这个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聊秦刚在挪威啊 发表了对欧盟的三点的立场 或者说啊 叫三点的声明 中国的这三点 秦刚的这三点 与啊 这个欧盟的这个最高的外交官伯雷利啊 也说出了三点 然后的话形成了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啊 今天会仔细的跟大家讲解 中国跟欧洲接下来将要如何发展 今天不仅要跟大家聊这些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一聊 就从欧盟的最高的外交官以及欧盟的外长会议的表现上来看 台湾问题必将解决 为何我老五要跟大家讲 欧盟的外长会议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啊 为什么你老五啊 这个空口的白牙 然后就能说台湾问题一定会去解决呢 原因很简单 我看不上西方这些国家呀 他不高明 为什么不高明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然后的话 这个欧盟的最高的外交官他称啊 要降低啊 对于中国的依赖 放到外媒那里很兴奋 你看一看欧洲要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了 讲到这的时候啊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理性的想一想 提一个问题啊 那就是啊 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 是要降低啊 欧洲与中国的经济的关系吗 这两个能画等号吗 大家先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是相当于要降低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吗 如果要降低欧洲对于中国的中国的经济上的依赖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表达经济上我们要降低合作 为什么不这样去表达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哪怕就按照外媒的那个思路走下去 就说啊 这个欧盟要真正的降低于中国的经济的合作上的依赖 那也行 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 欧盟想不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啊 对不对 如果欧盟想要发展自己经济 在这个世界上他能靠谁 靠美国吗 美国那边通胀削减法案 直接让欧盟的汽车制造商失去美国这片市场 大家都想要往上发展经济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竟然失去市场了 别说啊 持平 持平勉强还能接受 现在是失去一片市场啊 他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的发展经济啊 你持平都不足够啊 这就是欧洲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欧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表达 大家想一想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叫什么 这叫微操 这个具体的微操啊 咱们看一看这个柏雷利啊 他都说了哪三点 对不对 刚才跟大家讲了 秦刚也说了三点 然后的话 柏雷利也说了三点 这三点是对应的 对应在哪里啊 咱们看一看中国的外交的玩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个柏雷利他说啊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 欧盟外长广泛支持调整对华政策的这个计划啊 在更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对手的同时啊 然后继续将北京视为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对不对啊 我们要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 那为什么不能够关联到经济上要降低合作上的依赖呢 对不对 为什么一说到经济 前面是降低依赖 后边是啊 中国是经济上的这个竞争对手 不说啊 降低对于中国的经济合作呢 哎 大家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就行了 然后的话 咱们继续的详解啊 这三点 刚才跟大家读的这段话 柏雷利的这段话呀 这三点分别对应的是 中国是政治对手 北京是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 然后经济 经 经济上的对手 经济的对手 竞争对手 然后的话 这个政治的对手 然后呢 这个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 这就是中国现在对于欧盟的一个意义 这三点 这三点非常的有意思 我跟各位讲 这三点直接相关联的就是台湾问题 首先啊 我讲一点啊 他这三点里面最有最有意思的一点 这一点就是关于啊 北京视为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要跟北京成为合作伙伴 大家想一想 全球问题哪些问题是跟北京是合作伙伴 简单来讲 俄乌的战争啊 为什么俄乌的战争啊 让北京成为了欧洲的全球问题的合作伙伴呢 因为俄乌想和平 欧洲想和平 离不开中国 中国的十二点立场 一出就是这种结果 这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立威的一个行为啊 欧洲在想解决俄乌这个问题的话 离不开中国 为什么想解决 对不对 经济 然后的话 因为一场战争 经济受不受影响 然后能源的危机 粮食的危机 难民的危机 各种各样的危机 它都来了 四倍价格的天然气 欧洲想要面临这种危机吗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面临危机 那如果你要想要解除危机 怎么办 与中国合作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如果有同学还在怀疑啊 中国能不能解决这个危机呢 能不能给欧洲带来和平呢 你就去看一看啊 美国的老政治家 基辛格都乐见 然后今年俄乌能够和谈 现在才五月份 他怎么判断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就会发生和谈呢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你得得 你得懂看趋势啊 尤其是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俄乌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实就是直接相关联的台湾问题 不过呢 咱们先看一眼啊 秦刚啊 对于这三点的 那个对应的三点 秦刚那三点真的是见招拆招啊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西方欧洲的这些国家的文化 包含美国 对不对 喜欢玩微操 但是他不高明 为什么不高明 昨天跟大家聊了 他缺乏大局观 他没有大局观 他不会整体的卸调 他只看眼前的利益 一点利益 他都要占 你只要拿准了他 然后的话 他未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你都可以控制他 这就是大局观 大于微操的一个能力啊 看一看秦刚啊 他说讲了哪一三点 对不对 丁刚呢 他称啊 这个中欧啊 关系要做到三个坚持 也就是中国对欧洲的啊 三个立场 中国的态度 三个态度吧 然后第一呢 是坚持包容的世界观 第二 坚持进步的历史观 三是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各位 你看 这就是中国的外交观 与欧盟最高外交观说话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咱们这边一定要把话说 说到最好 每一个字用到最准确 欧盟那边你就会发现 他有些时候他每一个字他也很讲究 但是他讲究的全是细节 咱们呢 是既讲细节每一个字要准确 但是这一句话也得包容很多的意思 为什么呢 待会跟大家想解啊 然后的话 讲回啊 这个伯雷利啊 他讲究细节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跟大家问的那个问题啊 脱离对于中国的依赖 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 是降低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经济上的合作吗 啊 对不对 同时讲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 但是又把中国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这两个东西能画等号吗 竞争对手 那就是要对不对 降低经济上的合作吗 都不是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表达 欧盟很复杂 先看清楚这个 然后讲回啊 青刚这个 青刚一坚持包容的世界观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 首先强调了一下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疫情啊 到环境恶化 然后经济复苏到发展的赤字啊 全球性问题日欲突突复杂 就是现在啊 全球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要携手应对挑战 对不对 然后呢 提到了什么呢 战后国际秩序必须维护 真正的多边主义必须坚持 这两个必须 嘿嘿 就直接对应了什么呢 政治上的什么对手 对不对 刚才 民主自由对抗威权专制嘛 欧盟内部为什么愿意玩这种意识形态对抗 各位都明白 比如说像德国绿党这种政党 对不对 充满了意识形态 包含东欧这些国家 对不对 美国的小老弟们 也在欧盟内部拥有一席的发言之地啊 对不对 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想要跟中国玩什么 配合美国人 美国人高举的就是 意识形态对抗嘛 威权专制对抗民主自由嘛 所以说在欧盟内部有这种声音 可是咱们中国是如何应对他的 战后的国际秩序必须维护 多边主义必须坚持 战后的国际秩序为什么能够影响 欧盟内部想要跟中国玩意识形态对抗 原因很简单 对不对 我中国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守护者 欧盟内部谁最愿意听到这个话 我提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中国高举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欧盟内部谁最喜欢听这话 法国为什么二战战胜国 欧盟大家一定得知道啊 可能很多同学一说啊 东欧是一方的势力对不对 然后西欧是一方的势力 老欧洲新欧洲一方的势力 但是大家要看欧洲看欧盟 必须啊躲不开两个国家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德国 对不对 这两个国家都在争什么 都在争欧洲的老大 啊 想要在未来的世界里面能够带领欧洲 按照自己国家的方式 法德不是完全的合作关系啊 法德近期的一些关系上吧 然后的话特别的扭曲啊 真的是有点扭曲啊 然后的话不管怎么说 法德这个矛盾啊咱们要利用住 因为欧洲两大国 这是头两号的两大国 利用了他们的矛盾呢 你给我玩意识形态对抗是吧 那我就支持法国 只要支持法国了 德国是什么 二战战败国 那你如何在法国人面前站起来 对不对 你如何在法国人面前挺起腰 你给我玩意识形态对抗 那我就压你德国支持法国 这就是中国的嘿嘿应对手段 对不对 有没有意思 有没有意思啊 第二点啊 刚才跟大家讲了 秦刚的这第二点啊 坚持进步的历史观 对不对 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啊 冷战是人类的悲剧啊 新冷战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啊 中欧应该共同反对新冷战啊 这个带头推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 把力量和资源用到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上来 这一点应对的是什么 应对的是中欧的合作 经济上的合作呀 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 我直接跟大家讲啊 欧洲把中国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中国这一点忍了让了半步 为什么叫让了半步 因为你拿经济给我当定制对手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聊过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微操 这种微操它的目的是什么 换取更多的利益嘛 然后啊中国你是我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咱们要合作的话 我要去风险化 昨天跟大家聊了去风险化 然后我也想做生意 没有任何的风险 可是如此白痴的话 欧洲人为什么喊出来 他能得利 对不对 而且去风险化是美国人先喊出来的 去风险化跟中国 欧洲赶紧站在我美国这边 让你去风险 因为美国人知道没办法阻止欧洲与中国的合作 也就是欧洲人反复的提 包含冯德莱恩 包含伯雷利 都反复的提 没办法与中国脱钩 所以说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 是必然的一个事情 可是美国人带头喊出来了 对不对 去风险化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哎 你要跟中国来谈的话 你跟中国也喊去风险化 对不对 我美国先喊的 我美国是出头鸟 然后你欧洲 你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 你哪个国家也可以啊 躲过啊 中国直接面对你 你一说就是美国人说的 然后去风险化 只要你喊 然后的话 中国多多少少 得给你换点利益嘛 对不对 你可以拿这个跟中国来谈啊 咱们去点风险 对不对 我担心这个东西有什么风险 担心那个东西有什么风险 然后你降低我的风险 让我赚取足够多的利益 所以说欧洲这些国家愿意喊这些 但是咱们让 为什么让 因为经济上的合作不可阻挡 而且你说的去风险化 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啊 只要越往后发展 就像今年第一季度啊 咱们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表现 对不对 法国啊 百分之七八百六七八百倍的 这个这个投资的数字的增长 英国六七倍的投资的这个数额增长 随着时间过去 投资越来越多 钱花下来了 你还给我去什么风险化呀 对不对 钱花下来了 只要花到我中国了 中国与英国与法国与欧洲等等等等 来中国投资的国家的关系 也会稳步的往上去走啊 讲第三点啊 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对不对 然后中欧一致反对脱钩锻炼 对不对 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这一个话其实也是应对的啊 然后的话 我中国在给欧洲提要求 不仅仅啊 中国是在让着你欧洲 你中国想要去风险化 喊这个话 我不 我不直接的反制你 我包容你 我容忍你 可是我中国也有一个要求 这就是啊 相关联了 我跟大家讲 欧洲美国 玩微操玩的好 对不对 按照西方的文化 他们特别喜欢玩微操 昨天跟大家讲过 这是跟欧洲历史 欧洲地缘政治啊 造成的一个习惯有关呢 然后的话 虽然说他玩微操 但是中国人也会反制你 为什么 因为你玩微操 你只看眼前的利益 你看眼前的利益 那我这边也会有应对的方式 比如说啊 美国搞芯片战 对不对 欧洲那边 荷兰然后阿斯麦 对中国也有所对不对 有所配合美国人 跟中国搞这个芯片战吧 然后的话 你跟美国配合 断掉的是什么 断掉的是与中国的 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啊 你看起来微操 对不对 然后美国啊 我要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美国喊出来这个话 应对的是台湾 对不对 因为台湾太危险了 台湾会伤害全球的经济 因为台湾兵凶的战危 喊武统最起劲的就是美国人 2027武统 2026武统 2025武统 对不对 美国人最喜欢喊这个话了 为什么呢 只有把台湾问题 然后喊的兵凶战危的话 然后的话台湾的台积电就得搬 不然的话打起仗来 你的芯片运不出去啊 全球的经济都跟着你的遭殃 所以说美国持这种观点 喊出来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要保持稳定 那我中国也可以喊这话 鱼用魔法 对不对 击败魔法 总而言之 然后的话你会玩微操 大家看到没有 西方美国 他在某一个点上 他用的招都特别的聪明 包括他针对台湾 他明摆着就是抢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可是他说出来一个极好听的一个话 就是我在维持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他不说我抢你的台积电 台积电赶紧拿过来 他也得绕圈啊 可是放在中国这 你玩微操是很细 对不对 但是你跟中国打芯片战 然后他你拉着欧洲的荷兰 也跟中国打芯片战 这个时候我就拿过来 你美国喊的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跟欧洲来谈 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有那么在乎 荷兰的光刻机吗 其实说在乎也确实在乎 但是说不在乎也不在乎 为什么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光刻机 对不对 中国会 这个半途而废 这个投资圈扔了 然后马上大规模的进口 荷兰的光刻机 对不对 荷兰的光刻机 阿斯麦 全球最好 这种状态 进来了一堆又便宜又好的光刻机 然后自己的光刻机还 造出来也没人买呀 因为你要修正 你要清理bug 对不对 你的良品率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你得慢慢的测试 测试到啊 真正的能够商业化 还是需要时间 可是如果现在大规模 荷兰的光刻机进来了 对于中国的光刻机来说的话 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失去市场啊 所以说呢 对于荷兰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 然后的话 荷兰的光刻机 可以有 对不对 重要 但是也可以 也可以没有 但是反过来说的话 那我拿这个话 为什么跟欧洲来谈 因为 哎 你欧洲在这个事情上 你影响了我的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 我自然而然要拿来 拿它来反制你 用你的微操 然后来击败你 那你欧洲如何来谈 你欧洲说去风险化 我说产业链稳定 我看你欧洲如何跟我表达 你欧洲来表态吗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 博弈的一个状态 不过呢 刚才跟大家讲啊 这个欧洲的 这个欧盟的外长会议啊 然后呢 直接跟台湾相关 为什么 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俄污问题 也就是啊 欧盟的最高的外交官 伯雷利所提的 跟北京还是全球问题的 合作伙伴 这个全球的问题 对于欧洲来说 眼前眼不前啊 最紧张的啊 最紧要的 就是俄污的问题 俄污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都说 要中国你赶紧 对不对 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 对不对 包含美国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然后从乌克兰必胜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啊 中国加入进来 然后的话 看一看中国能不能促进和平 美国不喊自己的口号了 不喊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了 这就是现在啊 欧洲不得不在俄乌这个问题上 要跟中国合作的一个原因 然后为什么这个问题跟台湾相关 大家想想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的同学啊 说的那个话吧 然后的话 大家回忆一下 之前想那个话 讲的那个话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要支持俄罗斯 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 因为啊 美国如果啊 因为俄乌这个战场上面 俄罗斯失败了 下一步美国就来就来什么 就来弄中国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话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但是啊 你从整个国际的大战力来说 确实也是如此 如果俄乌那边和平了 那美国下一步 肯定是要跟中国直接的博弈 然后的话 那咱们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要不要准备好后手 对不对 那跟中国直接博弈 那首先啊 最重要的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台湾问题嘛 台湾问题是什么啊 那就是咱们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呢 美国如果看到了俄乌和平了 美国不用在俄乌这片战场上 继续花钱 继续花武器了 然后美国止损了 下一步美国肯定要加强 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竞争 可是刚才跟大家讲了 大局观啊 大局观呢 为什么中国 尤其是啊 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 参观波斯坦会议的就职 重新强调了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就是在准备 下一步要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博弈啊 那讲到这的时候 可能很多同学会说啊 那是误开的状态 美国下一步 俄乌和平了 下一步就要在台湾问题 跟中国直接博弈 让中国这边有应对的方式 按照你老五说的 那也是一个误开的状态 大错特错 为什么大错特错呀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美国人说不出一个不思 尤其是秦刚在参观波斯兰啊 会议的那个旧址上说的那个话 美国破坏了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啊 美国能否认吗 美国能承认啊 承认 我就是破坏了 硬 我美国人最硬 我就是破坏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了 美国能这样做吗 不能 为什么美国没办法这样去做啊 如果这样去做了啊 那联合国以及对不对 很多的一些问题啊 那你是不是 尤其是台湾问题 你美国就是要破坏我的主权咯 因为中国提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主要提的是台湾 台湾就是因为开罗训言 波斯兰公告里边内容所展示的那样 台湾属于中国 台湾要回归中国 然后你美国是要反对这个吗 破坏我的主权 我中国跟你翻脸 有了什么 有了理由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然后对于中美合作最在乎的那一方是美国 美国为什么着急忙慌的来找中国谈 归根结底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是美元 美元的霸权 然后如果说美国能够展示 跟中国能合作 对不对 我美国还是世界的老大 中国也没有办法跟我往翻脸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现在能够跟中国来谈 然后表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状态 美国就可以借机告诉全世界 没必要拿人民币 我们斗不起来 所以说 对于中国来说 我肯定不会让你达成这个目的 所以说中国提了一个美国无法回答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你美国是要破坏吗 如果真要破坏 你影响我的主权 主权 那是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不跟你美国来谈 中美的博弈 持续 继续 继续的话 世界其他的国家就得开始担心世界的未来 兜里边如果全部都是美元的话 那就会出问题 尤其是中美斗对于美国的经济不好 对于美元不好 对于美国解决自己的通货膨胀不好 对于美国的加息不好 对于美国的国债不好 那美国的经济这一整体系的不好 美元就会产生什么问题 美元的价值降低 尤其是美国51万亿的超发的计划呀 那世界其他的国家怎么看 中美斗 美国的经济没有向好的一个可能 那我们兜里的美元 又冲着那51万亿 我兜里的美元也会 对不对 降低它的价值 那怎么办呢 拿点人民币 当什么呢 避风险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 二战这个是二战这个事情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成为了什么 美国人无法回答的 哪怕他想要破坏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可是美国他能说我遵守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吗 遵守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台湾问题 你给我表态吧 台湾问题是不是属于中国的 你敢说个不字吗 对不对 那美国啊 很多同学认为啊 美国好强好硬 那美国就在这给你顶着来 顶着来也可以啊 我收拾日本 对不对 尤其是波斯坦公告里面所表达的 日本只能拥有那本四岛 那就我就折腾日本 那你美国小盟友 你美国的小盟友 让你能帮日本吗 对不对 你能帮日本吗 你又要破坏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总而言之 中国是拿这个东西 反复的拿你美国 美国欧洲卫操 对不对 卫操那叫一个精细 那叫一个细致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想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那就是要保证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 对不对 然后跟中国博弈 一边对不对 得喊着美国人爱听的话 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 但是他又不是在表达 降低对于中国经济上的依赖 又得说 我跟中国是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跟中国谈判 对不对 跟中国合作 没办法阻挡的话 我可以拿着这个东西 跟中国谈判 换取更多的利益 你看看多聪明 但是你只要拿着这些东西 跟我来谈的话 我就直接跟你提 对不对 那我也需要这个供应链 产业链的稳定 你阿斯麦怎么谈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你越拿这些东西跟我较真 比如说政治上的对手 伯雷利所说的 跟中国是政治上的对手 这个事情 那我也跟你提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法国人爱听的话 德国人不爱听 那你法国在欧洲内部斗起来 对于你欧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分裂 分解你欧盟啊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这叫什么 大外交 这叫什么 大局观呢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台湾问题必然解决 就是因为 俄乌肯定会带来和平 俄乌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美会在台湾问题上直接的博弈 直接的博弈 可是现在中国的底盘 已经给你看了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谁给我顶着来 俄问题 然后的话 这个事情啊 在俄乌刚开始打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规则 要跟美国的规则 分庭抗礼的一个状态啊 美国的规则 支持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中国的规则 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的完整 也尊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啊 直接跟美国的 这个战争必胜 乌克兰必胜 形成了一个对异的一种状态 中国是和平 他那边是乌克兰必胜 这样的一个对异的状态 结果走到世界 现在变成了什么 大家都在喊和平 大家都在喊和谈 哪怕是欧洲 也得说 在国在全球性的一些问题上面 要跟要跟北京一起合作 然后台湾这个问题 同样的道理 其实在我最早刚开始 跟大家聊俄乌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讲过分庭抗礼 两个规则的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同学说 老五你想太好了 不能这样 中立对于中国才是最好的 我们不去 不去惹 不去招 让他们打的 血头忽连 你死我活 对于我中国来说 才是最好的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 这是对于中国的一个机会 去欧洲立威的一个机会 我们必须抓住 现在抓没抓住 俄乌这个问题 看一看 伯雷利 对不对 看一看 基辛格都是如何表达的 中国的规则 开始发威 然后如果大家认为 俄问题可能要带来和平了 那接下来台湾问题就是重点 台湾问题是重点 咱们这边应对的 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也拿了出来 一边可以拿捏欧盟内部 法德的矛盾 另外一边控制美国 在台湾问题上 郭鼎 你给我鼎 对不对 你要破坏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吗 欧洲马上乱掉 对不对 为什么乱 那法国人肯定不高兴啊 你美国要破坏二战的国际秩序 那法国人什么 什么态度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德国要赢过我法国了 对不对 我法国可是二战战胜国 德国是二战战败国 纳粹国家呀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直接一句话 你拿捏了几方 这叫什么 这叫大局观 你微操再细 在中国人面前 你真的是开玩笑 而且在我跟大家讲 这个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 以及欧洲现在的问题 咱们现在真整个欧洲的大外交 直接下一步准备的 就是台湾问题 然后说 我跟大家讲 台湾问题可能很快要解决了 有些同学说啊 你老五想太好了 老五是不是想太好了 我我跟各位讲 我现在看到这种话 我会兴奋 为什么呢 就包含我刚才跟他讲的俄乌问题 在俄乌刚开始打起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中国跟美国规则的分庭抗币 中国立威 然后在欧洲立威的一个工具 当时对不对 有很多同学不满意啊 你老五想太好了 对不对 然后中立对于我们才来说才是最好 结果是不是按我说的跟大家跟大家展现的这个样子啊 台湾问题同样也是如此 如何推导出来的逻辑啊 对不对 逻辑啊 以及这些东西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意义 大家如果看明白了 大家同样也能推导出来 我不是一个跟大家说啊 我什么啊 通了通了圣了 对不对 通了神了 然后的话 我跟大家预测 我好厉害 我好棒 我不给大家来这些 然后的话 大家如果能够听明白 我跟大家讲的这些逻辑上的推导 大家就会摸清楚 到底为什么最后会达成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结果 其实包含什么台积电 几年前就讲 台积电肯定会被美国人抢 瓜分台积电 这个话题在我频道还有 然后为什么走到现在事实发生 那个时候多少人质疑 老五你想太好了 要不然你老五胡说八道 你什么都不懂 你不懂芯片 那走到现在是不是发生了 然后台湾问题 为什么必然解决 一 俄欧问题必然解决 俄欧问题必然会走向和平 走向和平之后 台湾问题就会成为中美下一步重点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美国 对不对 想碰台湾问题 告诉美国啦 我说啦 对不对 台湾问题 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 然后那是一口瓮 给你美国准备的 对不对 如果不是核心利益 那你怎么能进瓮呢 这个瓮准备的那可好咯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中美博弈会持续的进行 为什么 也是之前跟大家讲的 美国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喜欢玩微操 玩细节 喜欢什么呢 赢者通吃 赢者 赢者全拿 然后太想要赢 想要通吃别人 美国想要乖乖的来中国这儿啊 跟中国合作求和的基本上很难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我就拿捏你的这种特点 什么特点 你没有大局观 然后的话啊 我会准备下一步来收拾你 在某些问题上面 比如说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成为了什么 中美博弈的那个工具啊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啊 很多同学单看台湾问题啊 那就不得了了 出了大事了 好难受啊 啊 叉叉叉不行 那叉叉叉软弱 对不对 叉叉叉叉怎么还不干呢 但是你要放在全球的角度 全球政治外交的角度上来看 国与国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台湾问题是什么 那叫个事啊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